各位马迷朋友好,欢迎又来到Layman的频道 今天跟大家讲讲10月24日,沙田日马10场赛事 星期日才跑,所以Layman跟大家研究浴城赛马,之前已经出了一条片 今天跟大家研究第九场三班千二米的全场步速形势分析 因为有些朋友想简简单单的介绍一只,刚才说了 有些喜欢玩其他彩池,同场可以博种其他码,连赢位,位置Q,三重彩,四重彩,四连环 要在全场步速形势分析 刚才跟大家研究了第九场三班千二米,罗富泉这只五门齐 如果你看它由出道到现在的阶子,刚才那条玉城赛马跟大家看完 和分析上次涉步速,被人阻 那只马转了下去,喜欢骑几步在试杂,又可以咬上一些,又可以咬上一些,然后骑下去有些姿势 后来又弹开心之痕,其实是被人阻挤的,喜欢的可以找回那条玉城赛马系列的片 另外,Layman对上一天的成绩,只是出了两条玉城赛马 叫做狗屎撞马棍,两只狗屎撞马棍赢了回来 另外两场的玉城赛马系列,都能够成功Q过关 希望有些狗屎撞马棍的运气 希望各位可以支持Layman这个频道 Layman每一天花费大量时间去经营一个频道 希望各方面觉得,例如Layman的频道也听得下 希望各位可以支持Layman这个频道 另外赛后重点报告这个节目,Layman三间半夜都要读赛后重点 其实是为什麽呢?跑马,倒马当然是最重要的 但如果不知道马棍的粗连 又不知道赛后的检讨 那是不是可以令到你的正常 命中的成功率会高一点呢? 我相信各位也是 自己心中有数 不说这麽多了,要支持的就支持的 我很相信这件事 多谢热心支持Layman频道的朋友 这几天有些朋友也有支持Layman的 多谢 那说到这只五门齐,看看上次是怎样跑 一个快的步速,咬住三四位 看到慢了一点的推几步又上回去 跟他试习所交的走势 那只马的性能 都展现出来 拉叔这排骑马,怕不怕?怕 但希望罗富泉的马防的马 都有斗志 这只五门齐,看看他上次是虚步促 被人塞住 潘顿 后来拨咪都说,知道这只马 有点能力的,所以都要 压进去 五门齐就不幸 塞车之王,田泰安的落满贯 同场有心之恒 昨天介绍的闪耀荣光 在Layman时前拉会员版 半满败率,被人落飞抢了一点 得手 另外同场有安保 恒星梦 输了给一只,暂时是三战三截的包装长盛 这只闪耀荣光一出来,这里的包装长盛 明明是慢了很多 闪耀荣光有没有压过去 或者有没有给少少压力 压住一些 你吃了个位置,包装长盛 就没有那么好位 可能有些心理影响 但是 包装长盛 包装长盛 是潘顿 蜜耀荣光 蜜耀荣光好似 周俊乐旗 如果是,潘顿 就 厉重一点 包装长盛 就是潘顿 外面位置健康就好 第四位落满贯 外面第五位 下次就到 蜜耀荣光 就是潘顿 蜜耀荣光 就赢了 刚刚那天 都不记得那些鬼故 经常讲来讲去 只是讲了一大堆鬼故 第六还有五门齐 中间松之衡 你会看到孔之布 就立即咬上去 旁边有深之衡 第五是这只 宿车之毛 田太安 又落满贯 可能更快了 就退后一点 后面那只 不知道什么来的 起雨宝 那只 落满贯 拿不到第三 就真的全靠 田太安和阿王 拉深之衡的滞羽 中间第五是深之衡 再内栏第六位 有这只 就是落满贯 你看看 搬盛 一颜预备 被扔弯 挖了闪耀荣光 然后压入那只 五门齐 塞了多少步 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 十二十三 好了 这里才拉出来 望空 看到 莫雷拉 左手一打边 那只马的变速力 就可以拉开 深之衡 迫近包装长盛 其实如果不是这样塞的话 这场头马是怎样的 都很难说的 再称这场马的水准 闪耀荣光 潘顿知道他怎么输 被他顶了出去 和快步速就输了 昨天拉回 潘顿就赢了 这只喜遇保 在上千四执外档 形势很差 都追过第四 落满贯 由上季中开始打口 都没有哪场差 心之恒 其实上一场才爆烂 入直路位置 这只叫超好日子 那只不是超好日子 记错了 那只绿色是什么 疑心星 记错了 后来你看到五门齐 拉苏加拿左手边打两边 就变速了 突然间变速 喜遇保本来也很大部 你看看这部部也很大 这部部也很大 这部看上去的显得的部 就够小了 这部很大 他能够变速 就追过来 把这部也讨厌 若有两次 danny 这些喜遇保的腿 真的很大 很大 很阔 所以今天有条件 拉苏 都为那只五门齐 就去 试账 彈了一份草杂 莫雷拉帕、王龍福將和新馬都彈了一份 看看是否上次被人塞了 輸得不夠淡淡淡淡的彈了一份 希望有鬥志 希望拉叔好發揮 上次也有選擇,今天就選擇他 由那隻馬去成長 或者不要說成長 這隻馬跑到沒有幾個劑 試襲的走勢如何去看這隻馬 至於全場步速形勢分析 這隻馬大家也看到 試襲的時候走下去 特地撐下去 中斷修復失地 直路再折 直路放在前面走 出賽的時候 慢了咬上來又有 直路再變速又有 應該挺好跑 希望不要有超快步速 他快的可以留後 如果拉縮繩的時候 如果慢呢 希望他不要像高尖軟足 那麼笨實 或者那些什麼 常拼常勇的跑法 慢步速 應該剛才那場 這樣咬上來便可以 先把這隻五門齊 全場步速分析 那你的步速能遷就不遷就他呢 上季和雷文已經一早說 試襲已經試得很好 這隻幸運有利 今天升班減十磅 試襲也是好的 不過呢 就 撿了一個十二檔 雖然他上季十檔都可以 但是始終今季是初出 但是又減十磅 史雀峰又要騎回那隻好運寶馬 莫雷拉和巴道 都有為這隻幸運有利 試襲 希斯現在叫做力勁 每位騎士都想把自己的菊花 插到希斯那支旗那裏 即是馬房那支旗 每個人都去插一下 你沒人操的話我操 你沒人操的話我操 現在上陣就找田泰安 至於如果想和雷文看試襲 在培黎文看試襲才再講 預計這隻幸運有利 深知幸剛才你見到也不會慢 雲來福星四檔也應該守住個好位 另外旭日星試襲也不錯 預計發財寶真的要看他狗檔 上次也減起來 但是他試過留著追一樣可以 預計這隻五門齊 無論你有快馬也好 沒有什麼快馬也好 他跟前一點也行 咬住也行 即是以試襲和以上唱的走勢 預計有正常報復 他也有變速力 先選這隻五門齊 第二隻要拖的 當然要選這隻幸運有利 試了兩貨襲 兩貨襲雖然沒什麼給你看 我覺得是好的 升班來挑戰不同的對手 找到田泰安來騎 但是檔位又認真差 看看有沒有人 檔位差不是一個問題 看看他們有沒有人頂你的 沒有人頂你的 就像昨天那些人和家興 你本身夠快的 沒有人頂你的 減到你就可以了 即是浪費了幾步腳程 我覺得這隻馬 還可以選擇 雖然第一次上三班 選擇了幸運有利 第三隻要選擇的馬 也要選這隻九號的心之恆 雖然第一場上名爆大難 那場是很小馬 但其實他跟回來也不太輕鬆 上次跑遷移 他雖然是被五門齊印證 但大家都是新馬 大家都在鬥進度 說不定這隻進度又好些 那隻進度或是發揮差些 這隻心之恆也要回到他 剛才他也是被人阻 可能他的心理有些影響 他又不肯追也未頂 那也要包上心之恆 真是 至於第四隻要選擇的 這隻銅樂日上次 雖然有些賺快捕捉 但他虧了外諜追上來 不過這場馬也有些鬼故要講 至於要拆局講鬼故 就要在雷文事前Live的會員版 才跟大家研究分析 時間有限 希望各位支持雷文的頻道 先講一下 3號五門齊 第2隻11號升班減10磅 但當位依然一般的幸運又利 第3隻上次也有意外 兩場水準我覺得他跑得不錯 心之恆 第4場 第4隻要選擇這隻 上次的蝕外諜 但今天就是 撿回個好檔 但搬頓又不奇怪 真是很奇怪的一件事 上次的12碼 已經和會員版 拆了一個風趣 優密的 組織的故事 我自己做的 設計對白 設計對白 不說太多了 3號五門齊 11號行運有利 9號心之恆 2號同樂日 多謝 真心支持 有行動的朋友 感謝大家